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,我是张思花 今天在表姐的菜籽又炸了 顺便在盖上买了块五花肉回来 今天中午炒肥肉肉吃 先把它来肉来煮一下 表姐那个灶脑力太好了 今天我换个灶来炒看看 我看看可不可以炒得缺黑 如果说这个灶炒得缺黑的话 可能就是我的技术问题了 四川这个天气简直是不好说的 前天的那串钞子 今天你看大光弄弄来蒸了 都要冒汗 肉的那先煮到 我们先把海椒那些 把那些来切了 今天中午是二斤条 洋葱 炒肥肉肉 因为我母亲的人都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说都卖到这种 嗯 可能这个只要买到外活了 点 点葱味道都没得来 不过说好多人都说要切苦 我切的点干净就没得 菜切完了我们来看这个肉要不要得了 小水妈妈想的他将那个肉也拿筷子夺一下 夺得进去就可以了 可以了 把它弄起来 来切了 肉捞起来一般都要把它放在里面来切 今天肚皮炸鱼香起来了 我说说先让淋水把它冲啊冲啊冲啊 洗锅开始炒菜了 炒肥肉又不需要太多油 有这个肉 它要爆油一出来 我们把这个肉煸干点 那么多吃起来更香些 吃到而且没那么凉嫩 搓个那么多油 油有点多了 把它来串点起来 倒入姜蒜继续炒 把海椒和洋葱倒进去 油边炒香了 现在我们把海椒和洋葱倒进去 水 好 汤锅好了 水口 汤锅 烧点汤锅太热了 烧到外面烧凉了 汤锅 水口 汤锅 汤锅 乱入椎 适量的荒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